華為的製研系統現在已經正式發布 官方命名為鴻蒙操作系統 導演你也可以稱它為HarmonyOS 在發布會期間鴻蒙系統被詳細介紹了一些 細節和未來發展方向 鴻蒙是基於威內核開發,可以適應所有場景 現在該系統雖說可以作為安卓的替代品 但不是主要用於智能手機 而是物聯網、汽車、可穿戴設備等一系列 關於鴻蒙系統的一些特點,在介紹中提到 鴻蒙系統是基於一個威內核開發 就使用場景而言,它可以使用所有場景 威內核是一種高度開放的內核架構 允許鴻蒙系統在同一版本的不同類型設備上使用 由於共享中的代碼數量很少 微芯片組織之間的通信也非常快 隨著5G網絡的普及 鴻蒙生活中的物聯網將被轉移到另一個層面 憑藉其新的操作系統 華為瞄準更多智能產品 根據華為表示 操作系統不是通過優先考慮智能手機而生產的 並強調鴻蒙系統可以取代 已經在智能手機中使用的安卓操作系統 就這個問題而言,很顯然正在考慮它的簡單性、通用性 余承東在介紹該操作系統時強調 鴻蒙系統是一個適用於所有場景的分布式平台 因此作為鴻蒙系統 這並不是僅在需要時華為用它替代安卓 而是隨時隨刻都可以使用 在智能手機領域,如果谷歌立直停止了華為繼續使用安卓系統 雖然更多的人堅持看好安卓系統 但余承東表明,如果有必要 在華為智能手機上有安卓轉換鴻蒙系統是簡單快速的事 它可以在一到兩天內將所有的智能手機 填換到鴻蒙系統 正如描述所說,華為鴻蒙系統的未來 是將它能應用於所有類型的設備 包括智能電視、智能揚聲器 可穿戴設備、物聯網、汽車等一系列設備 其中實現這一介容 微內核的存在也是起著至關重要的因素 因為它具有通用內核構架 然後通過一系列可選模塊適應每個設備 如果華為現在使用普通內核 當然這是不可行的 因為傳統內核沒有可選模塊 來適應更多的設備資源 未來,微內核開發的系統將成為主流 因為它有跨全平台使用的優點 包括谷歌其在早前開發新系統平台FESA 也是基於微內核開發 FESA系統的設計目標就是可運行在眾多的設備上 包括移動電話和可能計算機中等 華為表示安卓操作系統上的應用程序 在當前狀態下無法在鴻蒙系統上運行 並強調可以通過開發人員將移植應用程序 進行一些更改來克服此問題 接著華為的開源IRK編譯器 不僅可以將安卓應用 還可以將HTML5和Linux應用程序 移植到鴻蒙系統上使用 另外,華為開發了自己的應用程序商店 完全獨立於安卓操作系統 對於這個應用程序商店 華為公司已經呼籲人們 在這裡安裝他們的安卓應用程序 並稱將取代Google Play服務 這裡有更好的華為移動服務 儘管華為強調鴻蒙系統不適用於智能手機 但該公司的新智能手機系列Mate 30 仍未獲得Google Play認證 因此這有可能推出的華為Mate 30系列 與鴻蒙系統會一同亮相 現在還有傳聞稱 華為Mate 30 Lite將成為第一款 使用鴻蒙系統的智能手機 其實這種可能性也很大 華為新操作系統的出現 可使華為手機不再受數據洩漏 和美國Google隨時停止使用的威脅 同時中國智能手機行業 也將不再依賴任何國外的操作系統 華為還計劃在2020年 將對鴻蒙系統進行開源 通過這一做法 國內OPPO、VIO、小米、Mate族等智能手機製造商 也可以在他們的智能手機上使用鴻蒙系統 隨著這一點的實現 谷歌的安卓系統份額 可能將會受到較大的衝擊 無聊天